問一下高家瑜 高家瑜怎麼觀察今年的選戰 今年的選戰當然年輕人是一個最主要的因素 可是你自己開到最後面 你跟李彥秀難分難捨 最後 那個九點半多你才確認當選 我是在七點半的時候確認 那為什麼 因為一開始我們開的是南港的票倉 那南港大家都知道 因為傳統他是一個藍大與綠 那我們的對手他在南港他是家族 所以在這個地方 一開始我們的選票是非常接近的 但是如果南港我們是打成平手 甚至沒有輸的話 對我們而言這場選戰大概就有信心了 所以一開始選民其實心裡面 確實是七上八下的 但是當時我們大概就知道說 可能會贏的原因就在於說 原來在南港一些我們 過去認為說選票比較是對手的票倉裡面 我們都是贏甚至還打平 那所以在這一場選戰我剛剛講說 年輕人佔了一個很大因素 因為以這次投票率來講 我們內湖區是全台北市投票率第一高的 哦 多高 我們是77.89 內湖衝到77.86% 77.86% 這樣高到78% 然後我們的立委投票率比總統投票率還要高 就是以內湖區來講 我們的總統投票率是77.79 但是我們的立委投票率有77.86 所以很多人還寧可投立委不投總統 因為他可能不知道要投給誰 因為我們這裡是傳統藍大綠代表有些藍軍的人 他可能連韓國瑜他也不想投 所以在我們這個選區裡面是一個投票率全台北市最高 而為什麼投票率這麼高 是因為年輕人都出來了 那年輕人出來的原因當然一連串的事件 從香港啊 仿秀中事件到韓國瑜的選前 凱道的大肇事 把這些年輕人都逼出來了 所以這次年輕人參與投票你會發現說 不僅是在我們台北市 在很多選區讓大家跌破眼鏡的 或者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包括陳柏惟能夠打敗長期在地方派系的 顏世家族 所謂的顏寬恆 顏清彪等的這些地方派系 包括說賴品雲能夠打敗這個非常有經驗的李永平等等 其實大家可以看得出來說 年輕人在這一次投票裡面佔了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而這也是國民黨的隱憂 也就是說當民進黨不斷的推陳初心 有一些世代交替 有一些不一樣的年輕人的聲音進入了立法院 甚至被提名的時候 國民黨所推出來的人 包括我們台北市 還是那一些可能已經做了二三十年的立委 或者是說已經是非常資深的一些老將 或者是地方派系 而這些已經不是現在新時代 或者是選民想要看到的 而國民黨卻還在沉浸在過去的那種 傳統的派系政治 家族 勢力 地方政治 而這些東西都應該要被選民淘汰 所以剛剛講說 國民黨的這些所謂新生代或中生代的委員 從我們2020選舉投票之前 我們就一再的呼籲說 我們要找年輕人 我們要找年輕人 但是怎麼做 這些大家都知道 每次國民黨敗選都講一樣的話 我們要改革 我們要檢討 我們要反省 但是國民黨現在要找戰犯 最大的戰犯是誰 你會發現說大家開始檢討吳敦義 檢討吳思懷 可是我沒有聽到有人檢討韓國瑜 韓國瑜在這場選戰裡面沒有犯錯嗎 沒有問題嗎 不是戰犯嗎 到現在有哪一個國民黨的人敢出來說 韓國瑜是最大的戰犯 今天這場選戰選到現在這樣 難道最主要是大家討厭吳敦義討厭吳思懷嗎 還是韓國瑜才是大家最害怕最討厭的 國民黨如果沒有辦法面對這些問題 然後拿著這個改革的口號 好像我們要改革了 但是實際上這些人跟韓國瑜 如果是一起的 最後如果是韓國瑜來選國民黨黨主席 說我要改革國民黨 那你能夠想像嗎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剛剛說 國民黨的這些什麼新世代的這些委員 組成了一個加一要求國民黨要改革 就這些委員隨便講幾個 全部都是挺韓的 議員 議員 對不起 羅志強號召的張思剛 選前不是都是挺韓的 游淑慧 王鴻威 當初還要求連署來支持韓國瑜選 戴錫清 邱於軒 羅友智名嘴 黃曼星是張善政的人 然後這個葉元之等人 全部都是挺韓的 所以這些人 如果說這些全部大部分 組成的改革分子 全部八成一樣都挺韓 那你覺得他敢去要求韓國瑜 要對這整個選戰負責嗎 那他要怎麼去改革國民黨 那如果國民黨不敢面對 但是這些挺韓的年輕議員 可以奪權 可以要求這些廢洪泰老人可以退了 林玉芳這種老人都退了 什麼賴世伯這種老人都退了 王鴻威跟廢洪泰的戰爭不就是這樣 這些人在國民黨上次初選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玩過你剛剛講的那一招 所以這些人只是借今天這個結果來奪權 所以他們現在也會被國民黨內部質疑 是不是要打著改革的口號來奪權 而你奪權的背後是要幫誰奪權 這可能又是一場內部的權力鬥爭 因為你現在是不是藉著批鬥吳敦義下台 你到底是要讓朱立倫上台 還是要去護航韓國瑜 在整個過程裡面國民黨一定開始 會內部的彼此撕裂 然後彼此批鬥 可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誰敢真的站出來說國民黨應該要怎麼樣的改革 因為國民黨過去所謂的改革最後還是拱一個安全牌上壘 但是你所謂的真的制度上徹底的讓這些年輕人有機會出頭的 幾乎可以說從以前到現在沒有看到國民黨一次真心的改革 因為他傳統的權力結構也都太穩固 而今天所謂出來要改革的這些人 後面都有大頭的都是好戲都是朱戲都是哪個戲的人馬 也都不是大家所傳統認為說這些靠自己打拼出來的年輕人 而如果這背後都被認為是派系或是你上面的人在做權力鬥爭的話 這個改革也是假的改革 他們在場選舉這一個照波頓的說法是給中國一個教訓 可是另外一個台灣內部的結構是年輕世代網路世代全面的影響跟崛起 嘉瑜剛剛要補充 對 其實這一場選舉當然你可以發現一個世代的戰爭 那對於國民黨來講我們剛剛講說新陳代謝 光是一個立委的提名制度其實他們都是現任立委優先 不像民進黨說我們現任立委也是要接受民意的挑戰 也是要經過初選 如果有更優秀更好的人選來跟我們選的話 即使我們是現任的也要經過初選 可是國民黨一旦立委當選之後 在單一選區兩票制只要藍大於綠的選區 幾乎可以一輩子做到死 因為沒有新人可以跟你挑戰 因為你就是現任優先你就直接可以提名 所以你發現台北市的立委這一次 包括費洪泰 包括林玉芳 包括賴世寶 其實在這整個過程中很多人都說可能從小看到他 到他從小時候小學到大學畢業他都還在當立委 30年費洪泰都在當立委 類似這樣子的狀況到現在這一次費洪泰雖然還是選上了 但是還是驚險的過關只贏了許淑華6000多票 所以其實如果說國民黨願意新陳代謝的話 那這一次選舉的狀況會不一樣 於是乎台北市的天龍房價如果永遠那麼天龍的話 那其他人都難以撼動 對 所以說其實房價當然是一個影響既得利益者 一個很大的因素 你會發現說包括松山信義 那個選區其實柯文哲在上次台北市長 還是選書盯手中的 包括在信義區 那這一次貝洪泰 那是不是信義區房價最高 大安區是不是房價最高 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這幾區的幾個房價最高的地方 那些所謂傳統大家認為比較保守或是藍營的支持者 他們都認為說因為他們是自己的利益者 所以他們比較支持藍營 可以鞏固他既有的現在的優勢或是房價 那對於民進黨或是對於我們政府來講 未來如何去落實 讓年輕人可以去進駐這些選區 能夠去都更能夠去改建 可以讓年輕人搬進去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其實南港長期以來 沒有房子都更就沒有新政治的都更 對 因為其實南港傳統以來 他非常的老舊的結構的原因 就在於說沒有年輕人搬進去 那一旦房子沒有都更 永遠住的就是那一群人 那一群人永遠也不會改變 沒有新移路的人口 其實選票的結構就不會改變 但是隨著我們內湖的內科或是南卵不斷的 開始有一些年輕人口移路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開始選票的結構也開始做了改變 所以剛剛寧官的觀察非常正確就是說 如果你的都更沒有辦法進行 你沒有辦法讓年輕人去進駐到 所謂過去大家認為藍大於綠的選區 那個選民的結構是永遠不會改變的 但是其實現在已經開始慢慢在改變 但是如果還能夠有更多的 讓年輕人能夠移路的話 那整個會去翻轉的更多 那新時代的年輕人的想法 也會逼得國民黨必須要去改革 必須要去迎合現在的年輕人的口味 否則國民黨認為說 他只要照過去的這樣子的保守提名 只要提名反正躺著選 不管是誰做30年 他還是能夠照樣選上 對國民黨來講他根本不痛不癢 也不會想要去進步 也不會想要去改革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選舉 我們當然也希望國民黨能夠徹底的覺醒 所謂這些新生代中生代的改革 不要只是說說 不要只是背後因為某些大佬的原因 出來做政治鬥爭 出來做奪權 而不是真心的想要國民黨更好 這一次我們也希望說 國民黨能夠徹底覺醒說 你跟共產黨站在一起 你跟共產黨想要靠攏 在台灣沒有選票 你才能夠真正的變成一個本土化 真正跟台灣站在一起 唯有說不管民進黨國民黨 大家都站在台灣這邊 政治才能更好 這也是我們對國民黨的期待 好我們稍後再回來